高级寝室品牌宽庭美学 洗手阳光基金会举办公益活动迈入第20年 在今年他们也邀请到艺人温生豪担任公益大事 希望可以号召更多的民众一同支持商友实现自我价值 画面中大家看到男星温生豪站在烧伤患者的旁边 捧着爱心抱枕一同合影 温生豪在过去曾经担任烧伤预防代言人 那么同时他也出演过以消防员为主题的台剧火神的眼泪 也被他们的勇气所感动 因此温生豪这回也特别邀请大家认够爱心抱枕 参与爱的循环 帮助商友找回生命的价值与希望